是欲赛国足领抵二不敌日本 戴伟军替补出场 成为国足全场为数不多的两个 22岁的他刚刚取得为国足出场机会 主教练毫不犹豫给他守秀机会 他在边路这一次积极兵强 就证明了自己战术价值 唯一是豪边路不求被抢断 戴伟军迅速上前反抢断 化解日本队快速感激 也为国足赢得一次任意就机会 徐欣任意球滑出 国足没能抢到第一点 外围的戴伟军拿球与张宁鹏进行配合 面对日本队的逼抢 成功护球赢得边线球机会 没有丢球球权 展现出十分冷静的比赛状态 这一次戴伟军的长转转移 则是球伤的具体表现 中圈附近拿球时 观察到边路的空缺 长传精准找到边路队友 其实戴伟军在中超已经证明了自己 此前联赛面对泰山打进两球 全是不停球爆射 展现出极强的球感 这一次面对重庆队的凌空展 颇有范佩熙的技术感 这一脚对角感和爆发力都是极强的讨厌 这一次面对深花的连过四人个人秀 则展现出国内球员顶尖个人能力 22岁的戴伟军 未来拥有足够想象空间 他会是国足一代中场大师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